不然就容易導致B12缺乏 引發失智 類似失智的情況 之前有一個研究 他做出來是說 有相關 但絕對不是失智症 就是說有吃安眠藥的人跟 失智症的人跟有吃安眠藥 這個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了 你說你吃哪個牌子的安眠藥 我要先放安眠藥自修 我們要講說相關這件事情說 大家在意的是安眠藥 會不會導致失智對不對 但相關我們在醫學研究上面講的相關 不見得是哪一個先 先機生蛋還是蛋生機 這個要想清楚 因為失智症的患者 他後來也會有一些睡眠障礙 所以他吃安眠藥的機率也會增加 所以說這兩者有相關 不見得真的是說安眠藥自多的 失智症不好睡嗎 有些會 他都沒煩沒腦 他不躺 沒想 當你倒一個程度之後 他會有一些日夜顛倒 後期會就不改變 好辛苦喔 然後會坐在那邊講說 我現在是睡起來了 還是正要睡 對 他晚上的時候 好不好活力會很好 大家睡覺的時候 他就可以翻箱倒過來 我晚餐沒吃 冰箱打開冷凍了就可能 他會再吃一次 我總不會看到太陽說是晚上 會喔 怎麼可能 我公公真的是大白天 他說現在是晚上 我要去睡覺了 沒錯 真的 他已經沒有變變了 日落陣後雪 是喔 就太陽下山之後他精神來了 所以瓜哥照顧失智的人家屬 很辛苦 而且我公公他會一直重複問問題 對 像有時候我陪他去散步 他就會說 欸 我不會有餐嗎 我說 有飽 你有餐 然後會 因為他都拿在手上喔 然後過五秒 他就會問說 我不會有餐嗎 他就會重複一直問 至少問十次以上 我朋友他媽媽也是這樣 帶他出去玩的時候 他也是問問說 立香 對 然後他就會說 我是你兒子啊什麼 然後他媽媽就 喔 對對對 然後完了以後 又差不多兩分鐘以後 欸 立香 我們剛剛回到安眠藥這個研究好了 所以說 這兩者是有相關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說 吃安眠藥會失智症 可是吃安眠藥確定的是 已經有研究確定的是 它會導致你的 認知功能比較差 長期 我們一般講長期 對 十年以上的話 你的認知功能是會比較差的 像之前有一個四五十歲的先生 他也是來 那他來的時候也是看到這個報紙 因為之前這個研究還蠻有 就是說 吃安眠藥吃久了會失智症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最近真的好像 記憶力變得比較差 那他長期從年期就有吃安眠藥的習慣 那他來看了之後 其實 那時候他來我就問了一下 那他的 他的記憶力變差 是說他覺得他每天早上起來 都有點 注意力不是很集中 然後有點昏昏沉沉的這樣子 後來我就幫他抽選嘛 結果發現說 他肝功能突然很高 因為他本來就有B肝 所以他肝功能差了之後 有時候在一些藥物的代謝上面 會變得比較慢 所以他的安眠藥變成說 他本來以前吃這樣一顆都好好的 但是現在對他來講 時間延長 對 劑量太高了 所以有時候你有這樣子的狀況 早上起來的時候也有可能會 出現這種昏昏沉沉沉 注意力不及久 你會覺得自己是失智 那針對老人家真的有一個 呼籲啦 一定是盡量使用短效的藥 因為老人家的代謝會變得比較差 那 所謂 這個 安眠藥會造成失智 它是一個假象 就是他晚上有全份的藥量 白天來不及代謝 還有半份的藥量 所以看起來呆呆傻傻的 所以我們希望第一個要用短效的藥 第二個就是藥物假期的概念 譬如說家人看到老人家 還沒有吃藥已經在睡著了 你要不要叫他起來說 起來吃安眠藥 當然不用 對 讓他休息一兩天 過去累積藥排一排 在2000年左右 那時候發現一件事情 一個大研究 懷孕的人 如果他本身有憂鬱症 在懷孕如果吃抗憂鬱症的藥 他那時候發表一個文獻 小朋友以後也容易憂鬱症 或者是ADHD這一類的 所以那時候在2000年 就有突然 一個蜂巢就起來 就說那你 如果憂鬱症的人 懷孕的時候就不要吃藥 可是就衍生一個問題 你不吃藥 你在懷孕期會 病發很多的狀況 這個後來成員代學 也是到2010年左右 陸續研究發現 好啦 這些人都不吃了 結果不吃了以後 他下一代憂鬱症的比例 還是比較高 所以本質裡 就是你憂鬱症的這些人 他也許遺傳 也許你的生活態度 教養都會衍生下一代 容易憂鬱症 所以藥物反而 不是那麼的重要 那現在觀念 2013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修正觀念 其實在憂鬱症 在懷孕的時候 我們還是建議你好好控制 起碼對於你自己 跟未來的一些教養 你產後憂鬱症都會減少 所以類似藥物 都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研究結果 是 來 我們看看 老師忘東忘西 醫師教你如何再生腦細胞 一般人觀念都覺得 腦細胞長大以後 就不會再生 其實這幾年有很多新的觀念 只要你給它好的養分 血液循環再刺激它 它可能可以再長 所以最近有一些方法 就告訴大家 除了我們很希望開發新的藥物 或者現在有所謂的幹細胞 我相信那未來是會幫上忙 可是在這之前有什麼好方法 大概三個最重要的一個源頭 一個就是 第一個要 學習新東西 如果以各位對健康的概念 我覺得最簡單 就是請搜靠 醫師好辣本節目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資訊 最簡單的方式 好會 第二個方法呢 其實就是 我也特別要講 未來 當你資源有限的時候 你怎麼樣把資源 灌在某一個行為 是可以改善最多育後的 我舉例來講 剛剛有提到的 如果私自證是因為車禍引起的 這個的確在泰國他們是這樣 泰國他們發現 怎麼樣讓壽命延長 就發現 什麼原因死掉的人最多 車禍 所以當他沒有錢 可以改善所有人健康的時候 他把錢改善交通設備 其實反正死掉的人 健康最嚴 延長最多 那其實我們也是一樣 現在為什麼大家在推廣運動 運動所有的好處最多 大家可以看到 不論是在腦神經的部分 免疫系統 肌肉 關節 這些都可以減少你的退化 所以你的不健康的死亡 或不健康老化會少很多 那在腦的部分很重要 你就會發現 如果他可以 因為我講運動不是在家裡 這樣子簡單的互動 這樣不行 我們的運動 我們希望到戶外去 跟人群有互動 第一個 他要看到新東西的刺激 第二個 他必須跟人講話 甚至有點競爭性的運動 這樣才是最好的運動 那講穿的第三個很重要 我要特別提一下 這個運動 最好還是有氧的運動 有氧 因為這個運動 必須讓你的氧氣血液增加 所以跑步這一類的 適當的運動 其實是最好的 第二個就是 我們講間歇式的斷食 其實間歇式的斷食 簡單概念講 叫做 這個在這十年來 從動物實驗 有最好的告訴我們 就是小白鼠 你每天 牠本來一天吃100份的卡路里 你把它降到70分 70分卡路里 所以從這個概念 人體也是一樣 但是人怎麼去降呢 降卡路里降三成 有人說 有啊我減少很多 但是你卡路里不好抓 除非你旁邊就要請一個 孫子華在你旁邊 要不然你算 所以才會衍生出間歇性斷食 間歇性斷食有很多的做法 一個就是 那你一天三餐 每一餐 三餐減一餐 可是有時候你有工作 又有需求性 所以現在間歇性斷食有幾種方法 一個是一週 逢六修一 現在一粒一修也是一樣的概念 逢六修一或逢五修二 或者是 比如說你一到五 你禮拜六的下午晚上以後就少吃 基本概念不是不吃 少吃 而且吃的東西以 不會餓 但是必須熬一下 不可以太高興的不吃 所以間歇性的斷食 目前也認為 對於腦的循環 以及一些細胞的壞死老化 都有很大的幫助 但根本原因在於哪裡 食物代謝的時候 會衍生發炎物質 這個發炎物質 就會讓你細胞容易壞死掉 所以你減少這種發炎 自然細胞就可以延緩 這個關於保護大腦的 這個觀點比較奇怪 就是反而要 過了某個年紀 反而要少用大腦 尤其是針對精明概念的人 好我有一個例子 有一位大姐 她 連續三天沒辦法睡覺 來看門診 那問她為什麼 她說 哇有一瓶親母好友約了 要下個週末要來我們家吃飯 指定要吃我做的菜 哇她已經十幾年沒有做 這樣子一桌菜了 所以她煩惱說要做什麼菜 要買多少料 晚上想這些想到一個頭兩個大 都睡不著 好 所以就變成 變成失眠症了 好 那我們可想而知 這位大姐她年輕的時候 腦筋一定很好 所有事情都放在腦袋裡 對 好那時候對大腦來講 一點負擔都沒有 但是隨著年齡 每個人的大腦都會稍微有點退化 這是正常的現象 所以到某個年紀時候 你不能再這樣子任意使用你的大腦 好所以我建議她就是 拿一個A4紙 好把你要做什麼菜 準備多少料寫下來 寫下來 她晚上試看看 寫完之後把這個紙一折很神奇的 放在床旁邊 頭沾到整個馬上就睡著了 真的嗎 因為她的大腦可以下班了 可以下班可以休息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叫做 把我們的煩惱化為代辦事項 把你的煩惱一樣一樣寫下來 做完就槓掉 對 不但井然有序 而且你會非常有成就感 那有人會問說 那我不記這些柴米油圓 我的大腦要記什麼 對我建議大家記 每天發生的好事情 還有值得感恩的人事物 這道理 對 真相心理學 這是很棒的一個習慣 真相心理學說 你每天記好事情 每天好 長懷 心懷 感激 正能量 不但大腦會健康 而且可以遠離憂鬱症 那我們還叫每天 用大腦在什麼問題 我們找這些你看看 瓜哥他是寫 少用不代表不用 再將腦細胞小妙招 廣告回來告訴你 千萬別錯過 千萬別錯過 千萬別錯過